台东这一位吴诗语 他很自爱 家境就是穷 2003年的时候 他的母亲往生了 在他的妈妈往生了以后 他的爸爸就是打小工 虽然在山的外面 有工可以做 但是因为他已经成为单亲爸爸了 他不舍孩子没有人照顾 因为在山上没有什么工作做 赚的工资也少 所以这个家庭难免成为低收入 所以你是为了他们留在家的 不然你就早就出去外面工作了 如果我放心的话 我早就上台北了 我就说不放心了 因为家里没有大人 爸爸做过浪的最感动 就是把我们养到现在啊 就是每天都还能够那么认真的 然后努力的这样子生活下去 低收入呢 要照顾了三个孩子啊 本来啊 所以她是前台东的防守 以她的成绩可以上北一女啊 但是她考虑到了爸爸 爸爸的负贪太重了 所以她放弃了 所以她放弃了 北一女就就进了在台东就学 因为那时候就全家的 就小孩子们各自有各自的学费 然后但是全部都有爸爸来负担 就是这样 然后爸爸又是那工作又不稳定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就会觉得 就怎么会这样子这样子 因为呢 她放弃了北一女儿 究竟呢在台东啊 所以呢这个报纸一出来 此际人发现到了 马上追踪 开始关怀这个家庭 给她的奖学金哦 那当然这个孩子呢 此来爱她的爸爸 她也很感恩她的老师 所以她长手啊 她有两个爸爸 一个呢就是老师 就好像另外一个爸爸 家里爸爸没有爸爸常常到台东 但是徐老师因为他住台东 可以这样常常来关心我这样 有一次我就很好奇问她说 徐姨你已经是第一名了 然后每一次每一次 跟那个第二名的差距都差那么多 你不会生气吗 她就跟我讲说老师 我都是 我都是拿自己跟自己的 上一次的成绩来比 辨设自己不要 不要怠惰 不要脚步 不要慢下来这样子 老师今天帮你一把 你的回报就是将来帮人家 帮十个人扶她一把 平时啊 平时啊都帮她补肃 还不断的鼓励她 对 这不就是呢 好老师吗 用父母心啊 爱的教育 她知道这一位孩子呢 是是好人才 而且善良善进啊 她认为这个孩子呢 是应该要培养 所以她陪她 帮助她 这都是爱的教育 大爱无私的教育啊